還是有沒有 還是有在漏 還是有土泡泡 他看到我們連續重金之後他推薦這一個 就是胎內補胎的 就是直接補胎間打氣的東西 那 我覺得我們應該會去買 一天中兩次 到底怎麼了 原本我跟你講明天換你 送我一個鈴鐺 好不好 你的輪胎你也順便先檢查一下 看看好了 我剛剛踢過了OK 你看我算是蠻準對不對 我一感覺到在咬就代表有問題 這應該是蠻明顯的 今天超不順欸 超不順欸 可是我們今天騎很久啦 給我一個苦瓜臉 我拍個照 3 2 1 我騎過那麼多的地方 這次是第一個 第一個第一個 有點想放棄的地方 還是有沒有 還是有在露 還是有在露 還是有土泡泡 然後 多麼自在的一個早晨 你看在紀念碑谷這麼壯麗的大峽谷這邊 我們在補泡 這個不是每個人都有的經驗 這個不是每個人都有的經驗 好吧 看起來還有在露 動太大了 我們到時候要去買強力角 嗯 我在想要不要再插一條進去 昨天插的時候就有發現其實它很 很鬆 你要是像我們這一種就是 跑個200公里以上 會沒有冷淹的地方 你帶那種充電室的 我要是只帶充電室 我大概就死在這邊了 所以 像我很久之前 很久很久很久 大概兩三年前我拍了一個影片 然後很多人說 喔硬要推這個 我告訴你 我要是這次沒帶這個 我就真的死在這邊了 唉 我在想要不要再打一條釘子進去 你還剩幾條 我還有很多啊 只是 這樣子打好嗎 因為這很大的洞 我再打一條 我再打一條 好 可憐 可憐 然後 這一趟 史詹恩一直以來都還蠻關心我們的 他就是一直有跟我們說 要可以準備什麼東西之類的 像 他看到我們連續重金之後 他推薦這一個 就是胎內補胎的 就是直接補胎間打氣的東西 那 我覺得我們應該去買 就是 像這種狀況的話 有那個 還OK 反正 我們已經不管拆胎好不好拆了嘛 對不對 好 但是下個窩爾瑪在哪邊呢 這在400公里左右 在西莫西哥走 是 他 是 各位觀眾 來 我們這一次呢 就是來到了這一個 紀念碑谷 我們特別從66號公路沿路騎了大概 快200多公里 快300公里 一次騎過來 那位的就是後面這一個點 然後我們現在站著這個地方 就叫Forest Gone Point 就是阿甘正傳裡面 他們當初停在這邊的地方 就是他跑一跑 他不是跑步橫跨美國五六次嗎 然後他最後就是在這邊停下來 然後他就講了一句話 I don't want running I want go home 就這樣子 然後這個有點 有點類似我現在的寫照 我現在也想要回家了你知道嗎 一直中丁一直中丁 他媽的我也想要回家了 好啦這個你真的很漂亮啦 他就是在那個紀念碑谷 往那個另外一個地方 然後你搜尋那個Forest Gone Point 其實就可以找到就這個點 然後你看到有一大堆American在這邊 就是在路中間拍照 這不怕給車撞這樣子 不過大家經過這邊的時候 車速一定要放慢 他其實就會有好幾個路標 就是寫說會有行人穿越馬路 所以要慢一點 好那我們到那個角度拍個照 OK 你來美國橫跨的話 這個點啊 我真心建議你 雖然多花了200多公里 但是我真心建議你 可以來這邊 因為其實不要說台灣看不到啦 你在全世界很難看到這個地方 歐洲應該也很 我也沒看過類似的地方 對啊真的很漂亮 真的很漂亮一個地方 對阿元寶你自己講有沒有 好啦漂亮的啦 各位這邊是他的小名字眼 其實我覺得蠻值得來的 各位可以看到這個是什麼 然後 Back to the future 回到未來 回到未來 他們在這邊有拍 這是他們好像他們的巨子吧 嗯 然後 這個 這部片也很好看 我記得叫末路黃花 他們也是那個 朱莉爾摩伯之眼的吧 我忘了 然後 也是有帶到這邊的 更不用講 這邊可以看到滿滿的 John Wayne 然後這個是 我記得是有一部片 我忘了叫什麼呢 但是它是強力在補鹽的 我記得我很好看過 然後再來這個 這部片很好看 Will Smith眼的 這部你看過嗎 有 這部它是蒸汽龐克的東西 也還不錯 對 搬台灣不是就是用一顆圓圓的在這邊 或是用貓眼石嗎 那你知道為什麼 為什麼在美國這種沙漠地區 要用這種高的嗎 為什麼 為什麼 因為這邊會 是在我們 噴火 對 我們 無法 是 我們 我們 可以 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第二次补胎 大概每期五分钟,轮胎的气大概就卸光了 第三次补胎 第四次补胎 第四次 我等不怕 我每五分钟补一次胎,我还是撑过来 我們這一趟,現在就變成這樣子 那,浪漫之旅 對,我們現在就是要試著去用這個 就是13N推薦我們的 不是這個品牌啦 但是它是說類似的 我剛才講到時候我們帶一罐大罐 就是沿路這樣子用 因為我那時候在波瑪 我有看到還有泰亞族 有 它打這個進去 然後它會乾在裡面就對了 喔,酷喔 它就是你有漏洞的地方 它就會那個 補起來 然後 摩摩馬那一罐 那個螞蟻好大喔 它等一下咬我會不會送幾針 好,你先講正式 摩摩馬那個就是它是螢光色的 就是甚至你還看得到就是那邊在漏 它射出了,泡了,塗泡泡了 有用有用,這東西有用 但是一般修車師傅不喜歡你用這個 為什麼 很難清 裡面會全部灌得滿滿的 喔 對 好啦 我們 經過了 史詩級的難度 每五分鐘補一次拍我 騎了大概六十公里 終於 暫時把這問題解決了 接下來 我們大概半個小時檢查一次 好不好 好啦,我們輪胎補完了 然後我現在有點想睡 我現在需要一點能量 這個是 那個 摸彎蓋給我的 就是一個能量飲料的東西 它可以解決 它可以解決像什麼呢 像什麼 你看你像 混了盲死者的 雞精 哇,這麼好喝喔 嗯 它說它這個是什麼 就是 反正就是 讓你體力比較好的 就是如果每天喝一關 喝一關 你的體力會比較好 哇哦 然後我剛剛有點想睡 我不知道它能不能當那種 醒腦的飲料 我覺得你應該要睡一下 蛤? 沒有啦 其實那個想睡不是真的 就是 我只要在那個路邊停一下 也許喝喝看 但是 我必須說 這個 不是非常非常的美味 所以我決定我要 搭配 可樂 可樂洗一下 洗一下嘴巴 好 能不能這樣喝 I don't fucking care 我現在已經 沒力氣了 啊 我們剛剛沒有加到油 我睡覺的那個地方沒有加到油 所以我們油已經用光了 沒有我們剛剛睡覺那裡 其實 只掉一兩個而已 對 可是後續好像 也沒有什麼加油站 對後續都沒有加油站 這真的沒辦法 好了 而且 我現在輪胎 大問題出來了 我們那個補胎劑啊 我們這個補胎劑 被洗掉了 它遇到水是會被溶掉的 所以我現在胎壓 它應該只能維持在大概20左右 超過24它就開始漏 它就開始漏 然後全部噴出來了 好啦 很漂亮啦 又彩虹啦 又彩虹啦 我在開心嗎 笑一個嘛 而且 而且 現在問題是我們已經晚上快8點了 然後 我們已經沒辦法騎路肩了 因為已經看不到路肩上的輪胎皮那些 有的沒有的 不過幸好這邊這一段好像有 旁邊有替代道路可以騎 所以我們應該可以 撐到住宿了 對 我們現在要跨過新墨西哥週二啦 好 好 開始 我們現在要去換輪胎了 為什麼 這次換輪胎比較特別 為什麼 因為 我要自己去挑戰 用我的破英文跟他們說 我要換輪胎 對 那你看 為什麼 為什麼還在路折那麼大一個 就是要太壓一上去 它就弄 它就弄 弄得不起來 它那個洞其實很大 應該講說那個不太近 不怎麼樣 它也只寫啊 只能讓你補2-10mine而已 對啊 所以就 對 這個洞不解決 我們基本上是 沒有辦法好好清靜 所以我們今天多住一天 就是要把這個洞解決 因為 你就想我們昨天跑300多公里 快400公里而已 不賺很多 雖然 可是 因為我們昨天也沒停什麼進 對 所以不賺很多 但是我們騎了 12個小時 快12個小時 對啊 所以 這個不解決 我們真的沒辦法快速空間 好 現在要趕快去換 我們去 Home Depot 還有沃爾瑪買了一些東西 就是說 Home Depot 就買了這些套筒 這些套筒 其實 我們有帶 但是我真的忘記把它放到哪裡去了 我們這一趟遺失太多東西 好啦 那現在就 看看這邊還有數字 卡耶 好我們現在就來 先把 拆拆吧 因為 這邊的 員工 他說 就是 我馬他其實有類似 像這個 HOTOCARE 就是 汽車保養的店 那 我問他說 能不能幫我們換 輪胎 他說他們沒辦法 他們不會拆 那 但是 經過溝通之後 是說 只要我能把輪胎 GET OUT 就是拿下來 那他就可以幫我們換 所以我現在又要再來拆一次輪胎 人家就 WTF 隨便跟大家講一下 這個東西就是 他們的雪胎 這個就是 冬季胎 他們的冬季胎 你看到就是很多小的矽溝 這個東西 就是讓 讓我們車子在 那個 雪地上也能夠正常行駛 這個就是冬季胎 我一定程度上必須佩服我自己 不是開車行 也平常沒有什麼自己在修車 我就可以把自己把這個 後輪大部分解 一個人 還滿掉的 各位啊 各位有沒有看到 這邊就是 Made in Taiwan的話 會禁止就是什麼 禁止下水 禁止釣魚 對 禁止釣魚 禁止下水啊 然後什麼 下水要拔多少錢啊 然後你要是下水的話 被排到的話 然後下面還會公幹你的地方 對 可是這邊呢 他就寫得很清楚啊 你可以下水啊 你可以攀岩啊 他上面不是可以攀岩 對 跟你講啊 自己就自己啊 啊哈 你出事不關我的事 對不對 然後他這邊有80尺深 快100 100尺的話 大概是多少 大概是25米左右 對 25米 他水清理 而且是可以牽很深的喔 我自由潛水的 我的極限大概也是25米 反正就是一個小小的景點啊 但是 他不算是66號公路上很著名的 不過可以來 如果有興趣的話可以來 體驗一下沙坡中潛水的感覺 好 看看就走了 好啦不要要下水 好 怎麼臉這麼吵 因為沒加油站嗎 沒有 是因為我沒有喝水 我有點渴 要去寄郵票 不不不 明信片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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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有寫一個66號 對 然後他這個外觀看起來比較像是 原住民的這個禮品店 然後你看外觀超級原住民 來看一下裡面到底有什麼可以被騙錢的吧 這個是 就是他那個就是那種徽章有沒有 可是他一口氣收集 好像沒有很貴啊 20塊 28 35千 差不多了 對 他一口1 2 3 4 6 4 8 8 4 一個3塊 其實他比較秀 欸對啊 對啊 他還不買 買 買10個 這樣已經去過30個地方了 可能 你會知道為什麼新墨西哥州會有很多外星人 有好嗎 有兩種路上 一個是內華大洲 因為內華大洲有五西區 對 所以他們就會有外星人 另外一個是新墨西哥 你知道為什麼嗎 為什麼 新墨西哥州比較有一個曾經的羅斯威爾 哦 知道了 羅斯威爾世界就是新墨西哥 好耶 各位 我們今天到了一個66號公路上面 非常著名的旅館 可是這邊聲音太大了 我帶大家走一下 然後他為什麼叫藍燕子呢 為什麼 因為藍燕子好像 我也不知道是不是真的 他是水手平安的象徵 水手的一個mark 對 就是希望水手平安歸來 然後在66號公路前面新墨之後 就是 呃 這邊就是一個很重要的一個景點 然後很多就是 旅客就是會來 但是呢 他那個 瑞德門那個旅是厲害的地方在於 就是 他以客人為優先 要是你沒有錢 你可以拿身上的東西來換 哦 什麼的 對 或是用肉體換之類的 我不知道啊 對 然後66號公路新墨的時候 反正就是很多很多遊客 會來這邊 然後可以看哪一個 有沒有 這台車 有沒有 瞎趴耶 看這台車如果台灣賣 不知道可以賣多少錢 我們有經過那種廢鐵廠 對 隨便廢鐵廠都是 對 然後1990年代 他把這一個旅館就賣掉了 然後賣給現在經營的人吧 然後可是在1993年的時候 這邊就被列為美國國家歷史遺跡 被認證起來 對 所以然後他們還花錢 就是去修他的那個 就是窗戶跟那個就是 這些霓虹燈 老闆也非常好客 對 他就一來馬上跟我們介紹 他的旅館 然後他還說 You come from Taiwan 欸沒有他直接說 對 他直接講台灣 我說 我還沒講台灣 對 然後 後來就說 我們貼那個大橋 我們乾爹大橋 對 這個是他們蘭燕的公共空間 對 但是 這公共空間 下趴的喔 這個冰箱 好啦各位可以看 來開冰箱給大家看 Stay working 你看80年的冰箱欸 超屌的 你阿嬤家的冰箱 對 然後他說 1941 working calvinator 哇 1941 Yes She'll keep your bear very cold Oh nice I still working Wonderful 給他開一招 Are you ready? Yeah 先忽略掉我們 抽手的行李 一些垃圾 他說 床頭櫃二站 然後這一個電視櫃 二站 電視不是啊 電視不是啊 電視櫃 門也是二站的 門也是二站的 然後他說這一個桌子 二站 然後 來去看廁所 廁所二站 有沒有他說這個浴室 也是二站 都是二站 但是大家不用擔心 這裡還是有Wi-Fi的 一個有歷史的地方 三千五百塊 又舒服 好啦OK啦 今天我們就是在 那個 新墨西哥州的最後一天 希望明天進入德州 可以順順利利 然後再繼續帶大家去 帶大家去吃牛排 吃牛排 72盎司 歡迎 請繼續鎖定我們 快點 各位,這邊是新墨西哥州跟德州的交界 我們剛剛騎的就是14-16英里的主路 offroad,這個就是offroad 你看,這個就是台灣沒有的這種路 ADV就是要騎這裡 對不對,我們好像不是騎ADV 我們這台ADV啊,1250啊,對不對 好啦,這邊啊,來來來,這邊跟大家介紹一下 這邊是德州交界跟新墨西哥交界的一個地方 可以可以,拍到後面這個,它是郵局 太好了,我們可以寄明信片的 寄明信片啊,有沒有人要寫的,會在那邊寄給你 永遠不會送到的明信片 好,這邊其實有非常非常多的就是這種廢棄的城鎮 我們這一條叫old road66 就是老66號公路 就是他們很長就是這種土地 我們相機上面都是沙啊 都是沙,都是土啊,這邊啊 我一路都掛身上啊,你問援抱對不對 對啊,你真的沒有地方停下來 好,好啦,我們這邊就直接騎過去就好了 這邊應該不會有太多可以逛 可惜沒有女車友來,我們在那邊拍大池 幹,對啊 有女車友來,幹,這一趟我就不收錢了 不收錢了對不對 幹,真現實 好啦,走啦 走啦 走啦 蹦蹦蹦蹦蹦 各位觀眾有沒有看到 地上這一條 是什麼 Mine Point 所以我們已經騎了1139米 當然實際一定超過啦 對,這個就是 你騎66號公路一定得停的 好,我們先進去喝一點涼的 跑了1139米 當然要稍微怎麼樣 爽一下 對 畢眼,我們來對酒駕對不對 對 對 喔,等一下酒駕 甜甜的 它這個,這個是什麼 有一種飲料跟它很像 但是這個蘇島啊 它把它氣出來 就是 不冰的可樂 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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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現在在 擠 擠 凱迪拉克農場 是66號公路上面 非常指引的一個景點 那由來是什麼 我倒也沒有查 因為太知名了 我也懶得查 簡單來講就是地上 插了很多 彩色的 凱迪拉克 我來到之後 我最近覺得 比我想像中的還要露 反正有人 他就是把這邊就是 他買了一些凱迪拉克 廢棄的凱迪拉克 然後把它插在這邊 那重點是呢 這些凱迪拉克 最老是1940幾年的凱迪拉克 最新是1960 六幾年的 然後呢 它的重點是 它允許所有的遊客 來這邊花花 那比較有趣的是就是 它每一個陣子 它就會把窮起成白色 它號稱說是代表 美國自由精神的一個 非常重要的一個文化 的象徵 然後在很多的 藝術作品上面都會提到 摸它 摸它 開始填它 各位有沒有看到 它因為被塗了太多的那個 你看真的 超厚的耶 這烤漆好厚喔 所以你可以把我的車子烤成這樣 有沒有 這個摔車什麼小都不怕 你就知道 你看 這烤漆好多的 你看 各位 這個是 如果你來66號公路 一定得來 緊張 就是來打卡的點 就是免費的72盎司牛排 哇 那要怎麼樣才可以吃到呢 基本上呢 就是你要在一個小時內 吃完72盎司的牛排 72盎司有多大 大家可能沒有概念 等一下我們帶大家去看 然後它有一些規矩 我們進去裡面再跟大家去看 這個就是 如果你點 挑戰72盎司的話 就是那麼大一塊 它 這些都是套餐裡面會服的 那早上它其實沒有想像中那麼大 給大家看一下 手掌餅裡面 就是這麼大 對 而且超厚 我們跟大家講一下 就是呢 它這邊 如果你不挑戰 你直接點72盎司 牛排還是200塊 也就是說6000塊 太平 對 但是 但是我們小羅同學呢 他懶怕捏了一下 就 9000喔 我下次有機會來 我再來吃啊 就好了 其實沒有差 而且我剛剛點的也不便宜 我點的是80塊美金的 吃吃看 蛤 你吃那麼多 你吃那麼好 對啊 就是它裡面算比較貴的套餐 那我辛苦那麼多天 那吃好一點可以吧 哇幹 那我是不是不夠辛苦 沒關係我可以分給你 你要知道喔 我上一餐是什麼時候吃 就是我們兩個啦 昨天中午 我們已經36小時沒吃東西了 80塊美金的牛排 你看這整個 整個都這樣子帶過來 跟我臉一樣打有沒有 而且超厚 你看這麼厚 這麼厚的牛排 翻開給我看 你看它是雙層耶 雙層牛肉雞四百 有沒有 這才是一層喔 它是兩層喔 然後這樣 有沒有看到 兩層喔 兩層喔 然後你看 原爆的 有沒有 也是超厚的 來手指下去一下 手指 沒有沒有 我說比一下 兩個指節厚 對不對 超大的牛排 今天吃爽的 40幾塊而已 恭喜小羅同學 沒有完食 沒有喔 我還要第一次 OK 各位不要看 現在好像很亮 現在是晚上八點半 快九點了 我們要回去工作 對啊 不要工作 到紐約應該會更晚 對啊 好啦 那 歡迎大家來吃吃看 記得一定要來 來這邊吃一下牛排 我剛剛吃上八十塊美金的 不知道幾盎司 我都已經吃了 快死掉了 那你覺得好吃嗎 我覺得喔 其實我覺得大家可以 點便宜一點的 不用吃到那麼多 而且因為 牛排越大分 越難烤 對越難去料理 然後 然後 我剛剛那個 還有兩層 它上半層 對它中間切開 為了要烤熟 它下半層 才真正烤到五分熟 所以 我覺得壓一點 小分一點的 會比較好吃 給大家建議 好 那冰淇淋呢 好吃 超好吃 超好吃 這邊就是Cast the Awake 就是那個什麼 浩劫重生的片尾 Final Thick 就是最後一個劇情的 就是它在這邊 它不是飛得死 那個 它要送一個 它保留的貨件嗎 對不對 對 然後它就是送完那個 貨件之後 從一個農場出來之後 在那邊 然後 在那邊選擇人生的方向 這一幕超美的 因為它在這邊 就是 在那邊 它拍出來的隱藏的含義 就是它在選擇人生 下一步要怎麼走 然後就是遇到一個女主人 然後就跟她講說 喔 這邊怎麼走怎麼走怎麼走 之類的 然後 然後 在最後這一步 可以說是這整部片 最精華最精華的地方 這個呢 我們特別從 I-40這邊怎麼樣 跑過來 到上來 我們這樣子上來半小時 下去半小時 我們特別繞一個小時 身為一個超級電影影迷 有沒有 我就是這一次就是 想說 幹嘛都來了到這邊了 我一定要來看一下 這邊到底是 對 算是我們稍微夾帶一點 私貨給你們 對 阿伯 走到路 有嗎 我沒有迷路啊 你要去哪裡 我也還在想呢 我也還在想要去哪裡呢 那喔 墾丁大街在那裡 你自己在那裡就夠了 那是I-40 你站在那邊不能上去 這裡喔 你自己走 到那個紐約啦 OK 好 我覺得 我還是去墾丁大街好了 阿伯 這塞這裡比較漂亮 這裡讓路都走頭路啦 今天把自己走上去 你現在沒了 看了 你現在的人 你現在是在那裡 找來 你這兒 沒有 就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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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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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阿克拉克 北姆是這個市區了 我們已經快要進入他們最大的城市了 它這一座橋已經快要相信100年歷史了 它是1924年開始建造 然後1925年它就建完了 那在結構力學上 它好像是非常著名的一種新式的 當時非常新式的一個鋼式的橋樑 然後可是因為車流量越來越大越來越大 然後你看喔 這個車道其實不寬喔 然後要是兩個大型的那種拖車 匯車的話 它可能就會過不去 然後他們最後呢 就是在北邊一點 就是新建的40號 好像就是這一條40號的一個新的快速道路 它這個好像叫Highway啦 反正後來呢 周際公路通了又是另外一邊了 然後這座橋 還是持續有在營運 就是只給那個當地Local的車輛 就是在地車輛 就是你看 還是有車輛在通行 所以這個橋呢 是我們在進入他們首都的最後一個景點 接下來我們就去進飯店休息了 好 爽 各位觀眾 今天7月9號 我的褲子已經十七天沒洗了 來看一下到底會有佛葬吧 連我自己都覺得很可怕 尤其我們騎了那麼多的Hot Road的人 站在這邊我都聞得到 抽味 有一股酸味跟小味 真的嗎 哇那你這個水可以拿來抽獎 拿來抽獎嗎 對啊 裝一點帶回去是不是 對啊可以拿來給那個深度會員 深度會員 快點 唉真的很慘 真的好幾天沒有洗 為什麼我一直都不洗 因為我只有這件防甩褲 然後前幾天 在那個德州那邊 又常常就是下雨 因為我想像中乾淨啊OK啦 這個水都可以喝了 對啊水都可以喝了 來來來來 這水就可以拿來煮泡麵 先試一下 不用啦 我們開放給深度會員抽獎 深度會員 然後哇塞 也什麼都要給深度會員 最高級會員可以抽一公升的 一公升 現在是下雨 來看一下 這樣就好了 請問一下小羅同學 這些東西是 這些喔 買來的紀念品啊 是要拿來幹嘛的呢 送給大家的 大家是 就是呢 你只要訂閱 世界級以上的會員 可以幹嘛呢 隨機送給你 蛤 不用抽喔 不用抽啊 只要你有加入就有 哇 而且重點是你看喔 他們超多很掉的東西 例如呢 這個徽章 我對個角 哇 花絲 對然後還有 哇 不摔車鈴鐺 不摔車鈴鐺 而且最好你要掛兩邊有沒有 對 你交給你兩邊有沒有 一人贏 是不是 好啦 記得加入齁 就這些都送給你齁 你看 這些都送給你 哇 這麼好 沒有全部啦 沒有全部啦 挑一個送 對啊 可以自己挑 可以啊 可以啊 如果 你敢講的話 他就敢 我就敢做 你敢講 我就可以說 送你 這麼小 對不對 那影片底下可以留言 大家最想要的是什麼東西 對啊 我們等一下 我們到時候 白天來拍一下 對 小羅同學就會一直去買那個東西 你就會一直買齁 對 我已經買超多的 你看 這個我已經花了快一萬有了 這些加起來已經有了 真的有一萬了 小羅同學哪來的錢啊 呃 你贊助的錢啊 啊 原來是各位的錢啊 哈哈哈哈 呦各位 對 來到了肥宅快樂水的祖國 肥宅快樂水的故鄉 蛤 保克拉赫馬州的那個 汽水工廠嗎 還是 工廠吧 還是汽水的博物館吧 你看 他們那邊牆上面 滿滿的都是 汽水 對 OMG 然後這是66號公路啊 所以66號公路上面 你就是要喝一罐什麼 可可樂 對 然後 好啦 那我們先進去看一下 那個肥宅 肥宅 生產地是什麼樣子啊 那他除了 Gip Shop的區域以外呢 旁邊還有 吃東西的 吃飯的 嗯 看他 他的汽水說 多也沒有真的很多啦 你看就是 那樣子而已啊 還滿多啦 全部都汽水 可是你不覺得 每一個便利商店 都還滿多的嗎 我們來買一個看看 喔 吃啊 美美野牛 特別耶 哇 好特別喔 第一次看到 他沒有洗手 沒有洗手 沒洗手就要代表不用錢啊 喔 拿著就走是不是 各位,我們來了 這是禮拜天,他們的Cue Shop完門了 所以我沒辦法在那邊花錢了,你知道嗎? 然後 這個很厲害嗎? Jack Robin 很經典 然後是一個藍金這個地方 它其實是1970年代 然後有一個人 他送 他就是打造這個大藍金 大藍金啊 對,送給他的 喜歡收集金魚雕像的老婆 感覺就是有錢人 你看,挖那麼大的池塘 不會吧,有錢怎麼會弄 弄長這樣 1970年咧,你要想那個年代 那個年代可能沒幹沒那麼好 然後 後來開放給一般大眾 可是只到1990年的時候 他隔壁了 然後 10年之後他老婆也隔壁了吧 然後這邊就荒廢了 其實就是他差不多荒廢了20年 然後後來 就是 66號公路復甦的時候 就是當地 就是托殺這邊的人 然後就是 集資 把這邊就是重新再弄起來 再開放這樣子 所以我們看到後面那個 箭頭貿易戰 那個是跟這個同時期 可以說是同樣時期的一個 印第亞能開的 那聽說他以非常強的那個 銀式的製作技巧文明 現在好像也都有吃了 這裡其實就只是一個公園而已 那旁邊有個天筒店 就是如果要在這邊休息的話 可以在旁邊買個天筒來吃 那運氣好 不是禮拜天到的話 旁邊也給不下 可以在這邊做一些shopping 那 小樓同學他要去睡覺了 那 接下來就 休息時間 我們要去睡覺 去睡覺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如果你也想成为下一位爆红创作者 请打开下方资讯栏连结 一起来投稿吧